好 講到信口開河顛倒是非 最近就有一個很瞎的例子 跟我們現場的紅灰節有關 這個是王毅川 名嘴 過去大家知道他是民進黨政國會的人馬 經常上電視 髒皮 時事 最近他就講了在友台說 民眾黨 台北市黨部中山區主任陳大業 上一份工作是王洪輝辦公室主任 陳大業是誰 因為民進黨在狂打民眾黨有染黑 陳大業他們就說他是某個堂口 等等點點 有黑到的底 為了要連結 為了要打民眾黨 順便打一下國民黨 就說你是王洪輝辦公室主任 上一份工作 結果洪輝姐一臉就莫名其妙 這是誰 後來這個節目 我們友台的節目自己也發公告 說沒有 我們要來匡政 資訊有誤 我們要更正 王毅川的這個敘述的內容 這個資料是不對的 原來他講的是王振宏的主任 他前一份工作是王振宏 陳大業 王振宏 誰認識他們 陳大業做過王振宏的主任 沒做過王洪為立委的主任 就是王毅川自己在臉書上做的聲明 可是可以這樣嗎 亂兜 這個 這個是毀人民節 包括我們上一派還在講 誰誰誰染黑 誰誰誰是更生人 到底要不要給他機會 兩件事嘛 你今天通常 我們看到他還有一個 這個為人所傳送吧 的驚心樂道的一個說法是 那個時候馬英九不是到 中國大陸去記組嗎 他說中國高鐵沒有靠背 這件事情也是王毅川在節目裡頭講的 當時也被大家笑說明明就有靠背 他講的應該是這個啦 這個靠電啦 總之在電視上面信口開合 或者是說你是公眾人物 必須要非常小心 因為王毅川 你不只是林佳龍的親信 你不只是民進黨政國會 想要把你推出來的人 現在據說他有可能是民進黨 不分區的排列在前面可能的人選 我們看到名嘴周玉寇也批評他說 如果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真的是這些人的話 那恐怕有很大的爭議啊 他直接點名政國會推 林佳龍親信王毅川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一位先生 恐怕很多人也不會買單 可是現在又有一個說法是 為什麼王毅川啊 在電視上面講話比較激烈 有時候可能很急信口開河 或是是用很重很重的話 來形容事情 可能是要讓上頭看到他的表現 那有這個網友就說 他是想要模仿泛雲洪生漢 這些人本來都是有專業的 可是你放棄你的專業 變成黨的打手嗎 替黨辯護嗎 變成急先鋒嗎 很可惜啊 王毅川過去是台中市交通局局長 他是有專業的 觀眾朋友有一些事情要監督 有些弊案 大家要挖呀挖呀挖 可是 巴西蛋或者是過期蛋 現在沒人在挖了 沒有人在查了嗎 我們來看看 不到24小時大翻盤 本來台農說他們賣的巴西蛋 這個孝琦是OK的 吃下去是無餘的 可是現在下架了 為什麼 他說對不起我物標孝琦 孝琦標錯了 那民眾的反應是什麼 民眾其實很生氣啊 你我 大家會問我們有沒有可能 真的吃到了這個過期的蛋 或者是不健康的蛋 或是可能被污染的蛋呢 你看到PTT上面 好多人都在講說 哎呀台農進口的這個 代售的這個巴西蛋 在全聯 這個是很多人會去買的 普羅大眾會去買的 這個地方上架 大家會緊張 會回頭去檢視 過去你家的小孩 你家的老人 老太太老先生有沒有吃到 那是不是有人拉肚子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一般的老百姓會說 我們會去像這個什麼 插聯買這個supermarket 買這個蛋 可是高官可能不會吃到 我們是不是已經吃下肚了呢 林北好友 他特別講 農業部公佈的巴西雞蛋訂單 載明保存期限是110天 可是農業部最近 好像很多的謊話都被揭穿了 對外說是四個月 那就是超易啊 不是超私啊 像這樣的弊案到底還有沒有人追呢 除了我們新聞大白話之外 大家是不是都在關心高虹安的男朋友呢 而另外 像是巴西這麼大的 這個有可能啦 有可能這個進口蛋 校旗的問題啦 安全的問題啊 是不是有可能會導致什麼樣的病變呢 我們看到PTT上也有人說 有可能會導致血癌喔 這個我們還不確定 可是的確有人講喔 這個8000多萬顆不是小數目啊 如果真的被我們吃進去的時候 要不要查 會不會查呢 網友覺得很失望 或者是說不報信心 因為像這樣的話 不必去查喔 什麼顏色的監察院啊 一切合法 謝謝指教 可能最後的結局就是這樣 而我們看到最近呢 台大社科院的院長蘇宏達大怒 他大轟台大的這個校長喔 陳文章喔 這個這個 陳文章校長 他罵他說啊 你是對不起也羞辱了所有台大的教授跟前輩 為什麼 因為最近他表揚了一個人陳明通前國安局局長 他獲獎並且容退 可是過去他的爭議是什麼 他的學生包括了林志堅 包括了鄭文燦 他指導的論文確定抄襲 抄襲這個確定喔 所以呢 蘇宏達覺得他不配或者不應該獲獎 掌握國家機器到底一般的老百姓或是其他在野黨 到底要怎麼鬥呢 因為外傳林志堅跟竹科管理局保密和解了 這個是王侯威委員也揭發過的 記得嗎 林鴻堅兩本論文 有一部分跟竹科的管理局可能也有抄襲的問題 可是後來據說是保密和解了 像這些弊案或者是可能的弊案到底怎麼查 來 先請教洪威姐 我先講一下就前面跟我有關的 就是這個王依川 很多都跟妳有關好不好 不是 我覺得簡直 全部跟妳有關 這些就是 不是 你今天沒有錯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爭取不分區立委 現在就在傳說這個 鄭國會就要強推王依川 所以王依川就一直要表演表演 然後我覺得你們這些人 還他說他是交通的專業 但是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要不要做一下功課 請問一下 他是王振宏的辦公室主任 跟王侯威的辦公室主任 一字字差差很多對不對 所以我一看就很生氣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亂講話 所以我說 限你24小時給我更正 我就想辦法你不給我更正 我接下來就提告 那當然他不到24小時 他很快的 因為這很容易查證 然後他就 而且我限他在臉書裡面 所以限他在臉書 所以他寫的這一篇 對 因為不然的話 你到時候你在什麼爭論節目 講一段我還很辛苦 我還要去幫你解 我覺得你就在 給我在臉書上更正 那我要講就是說 像這個陳大業 我認識陳大業 因為他是我們中山區 調通商圈協進會的一個成員 那所以就說 以我們來做 這個地方的民意代表 調通的商圈非常重要 所以我認識他 那我不曉得現在竟然 我剛剛就講 你們現在為了要抹黑 或者要什麼潑髒水給民眾黨 所以把民眾黨所有的人都抓出來 說好像他們都變十二不赦 他們好像都跟幫派有關係 他們都變成黑道 那我真的要講就說 民進黨是不是準備在調通商圈 他們是不是都不要票了 我不知道 你竟然就隨便就指責說 人家是什麼有赦黑等等之類的 洪文傑我可不可以打個叉 你怎麼知道王怡川講這個 你有去監看這個節目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們當然會有人傳給我們 因為我的助理傳給我 他說因為別人看到就說 王惠從來 因為我們地方人士 地方人士很多人認識 但他說他有當過你們辦公室主任 從來沒聽說過 所以他們就傳給我們 傳給我們 我就是說立刻要求限期更正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民進黨今天的這些 不分區立委 過去有范雲3加11 或者剛才講說洪生漢 他以所謂的民間團體出來 但是現在已經幾乎是變成 民進黨的一個打手 所以你今天不分區的這些立委 為了要爭取被提名 只是這樣不停的去黑人家 所以我就覺得你們到底 是什麼樣的品質 是不是所有的民進黨 你們自己本身這些不分區立委 都已經側翼化了 都變成塔律班化了 這種品質真的很糟糕 是 滿可惜的 我趕快補充一下 那個林志堅 那個本來族客管理局 一直都不肯動 裝死裝碎 所以我一路打 一路打 一路打 後來一直到我當立委的時候 他們怕到 他們就去提告 提告我最近知道 他們確實已經和解 但是非常惡劣 這個政府永遠在黑箱 我已經去調了兩次 我說請問一下 和解的條件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們 大家記不記得 他跟余振皇的和解 是有條件的 竟然對國會立委 針對我們的逐客管理局 你和解的條件 為什麼不敢告人 他現在到現在不給我 我們現在還在繼續查 反正馬上已經開議了 你不給我 真的 我覺得真的說不過去 為什麼可以私下和解 然後制裁局就對於高鴻安窮追謀打 沒錯 是不是你只會關於 對林志堅輕輕放過 所以難怪 台大對陳明通 還要分獎品給他 他容退 真的很丟臉 所以網友就講 這個林志堅的和解內容 不能對外透露 所以高鴻安 高鴻安 誰叫你沒有民進黨的黨政呢 所以你活該被雄罪謀打 來 林志堅 我來談一下蛋的這件事情 老實講就是說 譬如說高鴻安的爭議 現在看起來都圍著他的男朋友轉 所以這是大家會 起人疑鬥的地方 蛋也是一樣 我們從這麼多國家 進了這麼多顆的蛋 為什麼爭議都在巴西這個地方 我不是懷疑巴西 因為老實講 巴西有他自己的農業的政策 他有他自己的相關的一些標準 現在大家質疑的是 為什麼巴西的這一批蛋 從我們有廠商把他進進來 然後到國內就連分裝 連保存期限 都可以出現這麼大的爭議 不是巴西的問題 是我們的問題 為什麼都圍繞在這一批 可能又是個巧合我不知道 但我們就回來看 就是說當時其實有被質疑講說 你的所謂的保存期限 你的有效期限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農業部倒是就跟幫超司 在解釋的時候一模一樣 我們講人家質疑廠商 是不是廠商自己要出來解釋 不是 我們都是習慣 官員先幫廠商解釋 就連蛋這個部分 還去講說什麼 因為他出來的時候有噴蠟 所以就可以變到120天 包膜 這是包含後來林北郝會講說 你有120天 人家巴西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噴蠟 為什麼人家上面寫110天 你一定要把它弄成叫做120天 就你也講不出這個 好 那我們就回來看 你是每顆蛋都有這樣噴嗎 也不知道 食藥署今天就講說 他們去查沒有看到噴膜 到底是誰告訴你有噴的 看起來應該是進口商 那還是超司吧 因為我們的官員只負責 彈進來之後的 就進了海關這一段 所以還有那個說什麼 7月之後不是就沒進彈了 結果現在發現有 洪孟凱說有 八月 沒有 那是報官提令 你真的大家都看沒理就對了 你怎麼搞不清楚 都你們說了算 好 我們現在只問一件事情 到底巴西蛋有出到什麼地方去 台農蛋品說 這一批就是因為這樣子 標示錯誤或幹嘛的 我們台灣人從以前吃蛋 到現在吃了幾十年了 除了這一批有標示錯誤 他們有別批標示錯誤 就你永遠都會讓大家覺得說 奇怪 難道你會講說 那是衛福部罐的 食藥署罐的 港幣不關嗎 不對 因為前面這一端 都是你農業部在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些東西對於很多人來講 這就叫做誰在傷害政府 是你們這些人 自己在傷害政府 公權力都在你的手上 現在大家只問 那這批蛋到底進來分裝之後 到底去哪裡 現在講說新北市也查到一批 新北市那一批的時間又不太一樣 好像到了10月7號 跟之前的又不同 這一批又是哪來的 農業部看起來也不在乎 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只在乎一件事 陳吉仲走到哪裡 都在強調他很辛苦 他都在強調 都在解決問題 只有大家都在抹黑他 誰抹黑你們的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如果官員永遠遇到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先明哲保身 什麼都跟我無關 我都很認真 那我們就要回來問 現在林北郎他們就質疑講說 全台灣大概三千多萬顆那個蛋 進口的這個蛋 很有可能會遇到什麼 他可能消不出去 不對 我們的官員當時在解釋 陳吉仲的說法不是這樣 他說他們沒有亂搞 為什麼 他們連那個匯率的價差都在查 就怕廠商從中間有A到錢或什麼的 是你跟他說的 你還講說你們一天到晚跟廠商開 為什麼 要確保進來的蛋不會多進來太多 現在又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講的永遠跟你做的 後來被發現都不一樣 你被發現問題 你如果願意處理我覺得就算了 但你永遠的方式就是 你們在抹黑 你們在亂搞 也不承認錯誤 也不解決問題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 我是不是有吃到這種 抽雞蛋或是不好的蛋 來 請教慧文修 前主我想我應該是有吃到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到幾個 也不可考 所以我最近變胖 應該是吃到巴西的蛋 但是這些蛋 他專案進口 政府補助 都是全民買單 都不是民進黨出的錢 我剛剛笑王宏偉說 很多案子都有你 林志堅的案子有 然後他還管到屏東去 所以屏東很多人罵他 然後這次這個 屏東人沒有罵我 是屏東縣政府 屏東的民意代表 民進黨的代表 我後面講一下 因為我要罵你 你看那個姬態的事情 民進黨一看到 王宏偉的選區有多開心 馬上就跑去告他 對不對 所以這種民進黨的眼中釘 肉中刺 就是我之前衡量大家 我們要怎麼選擇 要投票給國民黨立委 第一個 民進黨有沒有罵你 有 第二個 三明治有沒有罵你 有 所以這種我們大家可以投 但是前一次 我拍完王宏偉的馬屁之後 我要回來講一下 為什麼國民黨其他立委都沒事 國民黨不是只有一個立委 徐小青是議員 國民黨有三次 我都忘記 他是議員 他現在是議員 奇怪 國民黨你看這個有多軟 你看藍白 這白就是民眾黨 促成奎立院報告超私案 就是他們開醫之後 行政院長會有一個專案報告 然後再備詢什麼的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夠嗎 國安票你覺得這樣子夠不夠 這個力道夠不夠 就是讓陳建仁這個上去報告 然後專案報告 然後國民黨立委大家諮詢他 這樣子 你覺得這樣你滿意嗎 這個是一天之內翻盤 昨天跟我們講什麼 沒有 沒事 有打蠟 沒有 有那個包膜跟手機包膜一樣 然後突然就說我們要下架了 不到24小時就翻盤 你看人家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就跟你寫一點點 物質 不好意思 物質你怎麼這樣 這種是不是文宣就這樣 但是我要請問大家 你看昨天國民黨他在打誰 國民黨終於把箭頭瞄準了 賴清德醫師 因為主帥是賴清德 你去打陳建仁 陳建仁又不是候選人 可是你看今天早上的侯友宜 侯友宜今天的臉色是這樣 陳吉利很久沒看到他 氣生這麼久 不是美國了 那是明天 對 明天早 跟你之前 他是日本的時候 你看那個整個氣色差很多 侯市長你是怎麼了 你看他今天在講賴清德的時候 這個有氣無力 他就講到我們賴副總統 什麼賴主席什麼 軟趴趴 這一點感覺都沒有 很快 很快 12秒就好 很快來 尤其是新維民進黨 我們的賴副總統賴仔仔細 也要出來說一下話 他不是醫生嗎 要所有人民的健康 對這個問題走下去 要表示一個態度 不夠派 要跟他派一下 要兇一點 可不可以你跟王宏威學一下好嗎 你跟徐蘭 你在幹嘛 你要狠狠的質疑 因為你是落後的 那你好不容易 你要叫賴醫師 講清楚的時候 你的力道 你講的那種軟趴趴的 那一點感覺都沒有 你看連籤子都不想播 這個是我同意 這個我同意 需要再更兇一點 需要再更切重議題一點點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